同学们好,欢迎来到Python自动化运维及Web监控系统的课程 今天是我们Web监控系统的第二节课 上节课呢,我带大家已经把它的模型给创建好了 这节课我们开始来写它的API,写它的接口 我说Ergo要用一个叫Rest Framework的一个框架 完成一个Restful API格式的一个风格 首先我们来跟着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框架 这是它的官网第一页 我们跟着它的官网来走一步一步的走 这里它的依赖,我们先把它的依赖给安装上 我这里已经安装上了,我就不带大家安装了 然后我们把这些依赖写到这个Requizment里面 到时候大家就安装这个全部的安装 一定要记得把你所有用到的依赖全部都放到一个地方 然后直接安装这个文章就可以了 好,我们已经安装完了 客龙,客龙我们就不用管了 第一步就是把这个添加到APP里面,Setting里面 我们跟着它一步一步的来看看效果 好,写它的URL 我们先写针对group的吧 好,我这里面已经写了一个API groups 我们就是拿到所有的groups 然后在views里面写一个 先写一个方法 好,先把它放在这里 Example 这个是设置权限的 我们现在不用设置权限,先不管 这下面就是它怎么写 Restful API怎么去实现的 这里面看着不是很明显 我在这里面重新找了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首先它多了一个虚拟化的一个 专门做虚拟化的 然后我创建了一个 我们在这里面创建一个针对于group的一个虚拟化 它是针对于每一个类 每个City有一个虚拟化 你看Task 我们针对group做一个 我们copy过来 我们取名叫group API model在里面 看一下group有什么之断 我们需要什么之断 unique name disprint name 还有ID我们也是需要的 好 它的虚拟化已经做好了 我们不用做什么封装 大时候如果我们要做封装的话 我会后面APP需要封装 到时候我带大家写一下 怎么封装它通过这个 好 已经写好了 现在我们来写views 它有两个 一个是detail的 一个是拿所有的 我们把这个也copy过来吧 然后我们在别人的代码上面去改 group list group details 好 把我们引入 是framework这个框架里面的 内容我们就写group 然后这个虚拟化 我们就采用我们自己写的group 图的训练化 引入进来 group给引入进来 usebounce给引入进来 usebounce是framework里面的 这里面s 201就直接先写这个吧 写上了400 bygroup group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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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Post掉 这里要给大家提一下 由于Post的是提交表单 Jungo有一个验证安全的机制 所以我们把它的验证机制给取消掉 写一个注解就可以了 装饰器就可以了 好,get 这样就写好了 一个序列画 一个list 实现 然后一个UR配置 是不是很简单 这个list from API 好,我们写好了 我们测试一下 然后怎么运行它 看一下这种mean里面 我们直接装sever 要指定我们的开发版本的配置文件 然后指定一个端口 运行来看一下 好,我们已经运行起来了 我们去访问一下它的端口来试一下 这里面给大家推荐一个插件 叫Postman 用来专门做这些UR请求的一个 我们去访问它来看一下 打102.1.2332-API-groups get请求 好,你看我们得到的是空,是吧 它因为设计库里面没有东西吗 好,我们在设计库里面 我们先手动的去添加几条数据来看一下 APPgroup ide 我们第一个group直接叫sauce unicle unicle 一般采用小写吧 好,设计库里面有了 我们再访问一片来看一下 你看已经有了 你再看一下我们这个虚拟化里面 我们假如不要某一个字段 我们不要Display字段 我们再来试一下 你看它就只有两个字段了,是吧 所以说我们学习一个新的东西也是很简单的 跟着它的文章走一步一步的来 我也没有去看其他的东西 就直接跟着文章走了 就已经完成了 第一步就已经完成了,是吧 好,我们接着下面来完成后面的post post post我们就把它重新写一下 我们直接 好了,我们post我已经写好了 我没有采用它以前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单独的封装 这些是吧 所以说我们直接把它给它自己的重写了 就直接接受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保存进来 我们试一下 实际上它也是用的是这个地址 只剩我们改变一下请求 我们采用post的一个请求 然后两个字段 UniqueName DisplayName 我们直接叫r 我们send 可以了,你看成功了 是吧 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已经有了 Restful API 就是通过请求的模式来做各种各样的功能 GET是去拿嘛 POST去创建 下面有put 有delete 也有get 这个下面就是get 这个下面就是get 单独的一个了 就不是get全部了 然后我们也要把Dockstream给写好 一般get all groups 我创建一个新的group 是吧,到时候别人就知道你这个方法是做什么用的了 好,我们再来把下面的给完成了 好,我已经把下面的给写好了 get 我们直接得到一个 put delete我就没有写了 因为 我们一般group都不写delete 到时候delete也写 大家也可以去写 我把它删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url还没写 copy一下 我们一般都要copy 大家 你自己写容易写错 好 我们来试一下 apigroup 看一下 这里面写错了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url是怎么写的 针对于哪一个的url 这里面我们就group后面我们就要抓它的id了是吧 因为我们传哪个id我们就去得到哪一个 好,我们再来试一下 我们去groups 然后得到第一个id为e的 然后我们用get方法 好,你看我们就得到一个了 也不是一个list了是吧 groups是一个list 我们再看一下 得到第一个 好,你看我们就成功了 好,你看我们就成功了 这就是针对这个一个模型 我们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然后还有一个put方法 我们也把它测试一下 put过去 我们改变第二个吧 other other change send过去 好,包错了 哦,这url写错了 这url写错了 杀写了一个 伸得过去 你看 是吧,已经更改成功了 针对于groups的list API 我们就这样就已经差不多了 是吧 看一下 groups是这样 host大概 host就给你们安排的任务 你们下去自己完成吧 最主要的就是IP IP的话我们 可以去给大家找一个工具 大家自己尝试一下使用工具吧 你比如说 getIP address of server 是吧 大家可以看见 有很多工具来得到IP的 大家尝试一下 你去完成 你看,大家也可以去看 很多工具都可以完成 大家自己尝试一下 学习工具怎么使用它 这就是给大家安排的一个任务 你把grouphost写出来 history写出来 appstatics 这个不用写 这个不需要 这个只要拿着API 然后APP app 我带大家写一下吧 app比较复杂一点 好 我们来把app的写出来 这样的 把顺利画写出来 app app 看上app有什么字段 lemon我们要 然后id我们也要 host id group id host id configuration 这configuration我们可以不要 因为我们只有管理的时候才会用到它的configuration 我们就这里就不用它的configuration了 message也要 enable我们就不要了 这个是我们给自己程序看的 不用给别人看 好 last update也要 好 训练号已经写好了 我们再来把它的URL写好 都是造葫芦画条一个样子是吧 apps applist appdetail 我们把这两个方法给创建好 app我们就需要delete了 好 我们写好了 get all 一样的 好 我们这里换成app 把它的实体 引进进来 然后采用我们app的训练号 引入过来 好 我们测试一下 group apps 然后用get方法去拿 好 你看我们得到了一个空的是吧 因为训练库里面也没有 我们用 新疆 new post 去给大家写post post的话实际上我们只要一个name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新疆的话 我们 新疆我们就通过name去新疆 其他的我们都是通过后台去管理啊 通过sleach去管理 然后我们就直接要一个name吧 然后把它创建出来 好 我们post的就简单的写一个name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们也不用 要 因为我们新疆的话是通过手动去先把它新疆 把这个应用新疆好 然后如果发持力气的话我们再写一个detail 后面我给大家写 我们 好 我们写好了 这里面我们实际上也应该判断一下nemo 是不是在数据库里面存不存在 是吧 这里面我就不做判断了 到时候大家如果写的话 你们写更完整一点哈 我们来post了 nemo sender 已经有了 看一下 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发slitch过去 slitch发一般就是通过put来发 这上面我们来 好 我把它的detail写出来了 我们通过slitch发过来 slitch我们只改变它的一个状态 okcritical 然后改变它的时间 host的话 host我们是通过一个工区去得的吧 我在这里已经给大家写出来了 通过一个getip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安装的叫一个 叫ipware的这个包 去得到它的ip 得到它的状态 最主要的是三个 然后statics呢 的话 它是一个json的格式 我们应该把它封装为这样 比如说 count数据 然后 数字 然后格数字嘛 或者其他数字 或者哪个sever 然后还剩多少 还剩97%啊 这些 是吧 就采用这样的格式 然后是 使劲类型的 然后是json格式的 所以说我们到时候 保存在数据空里面也好 进行转换 拿来这些 好 api 但是我们针对app的这个 api是不完整的 是吧 我们还有去改configuration 还有去改其他的东西 我们也没有写 所以说我们再为它单独再写一个 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个manager的 叫做managerapp managerapp 还有 delete我们也没写 我们把delete也写哈 这上面已经拿到app呢 是吧 我们只用改变它的一个字段 就可以了 enable.0 app.save 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把它反复回去吧 是吧 delete我们就直接改变一个字段就可以了 enable这里 我们去拿的 还有这里面我们去拿的时候 我们也不用去拿enable为1的是吧 2为0的是吧 我们再来点filter 就是说一步一步的来 很多时候都是程序慢慢的改善的 我们不可能一下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想齐了 好,我们去manager去拿 然后 这里面put的话也是要加密的安全的 manager的话 也给它一个get方法吧 跟这上面差不多 跟这上面差不多 只是打报告过去 所以说我们不要要改它的时间 last update 这个时间 我们在这里面就不改变它了 然后我们name 我们这里面把每个字段都加上去 说一下 我们这里传的这个 我们不光可能可能会传ID 也可能传uniclaim也可以 我们是都支持的 所以说两个都支持 我们在这里面写了一个判断 get的话就在这里面不get了 直接返回就可以了 manager 不要get吧 只要post 首先得到Nemon 假如没得到的话 我们就用原来的Nemon unicNemon 他是 不好意思啊 写错了 我们就默认为原来的unicNemon就可以了 上面也改一下 上面也改一下 这上面没有得到就是为none 如果为none的话 我们这里也应该做一下判断是吧 好 uniclaim 然后我们再把所有的其他所有的字段都加上去 这就是更改manager的那个 app.unicNemon 最后app.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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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字段加上去 name 哦 是name app.save 我搞错了 我搞错了 hostID 然后我们也会去改变他的groupID 然后我们也会去改变他的groupID 自己的没有得到的话 我们允许他不改变吗 状态状态就不在这里改变了 message我们也不在这里面改变 通过 我们这里都是通过 dobug来改变的 last update 我们也不在这里面改变了 好就够了 就这几个字段 好已经可以了 针对原app的api 我们已经写好了 就这几个 然后还剩下其他几个API statx 这个我们直接去拿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我们就没有post 这些了 我们是通过在这里面 我们发报告的时候 发示利息过来 他发了他的统计的数据 我们就在这里面创建 没有发我们就不创建 所以说我们不会单独针对他写一个API 我们就只能写拿API就可以了 然后group group已经写了history history history是写触发器嘛 host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怎么写触发器 我们记录的历史就是记录这个 other这个 i611的这个APP 的history 我们怎么写他的触发器 是吧 我们不是通过每次报告过来 然后再在这里面去改 history那个表 是吧 这样很 很不好 所以说我们一般都采用触发器来写 然后效率还高 好我带大家写一下触发器 写触发器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面写 编辑表 然后写触发器 我们写update的触发器吧 你看他已经把我们创建好的格式了 好你看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写好了 我已经把它写好了 当他时间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去更改history这个表 因为我们只有打报告过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改时间 是吧 所以说改时间 我们最主要的进入history 一个就是状态 这个 时间 第三个message 是吧 好已经写好了 我们保存一下 测试一下 看一下history这个表 现在是没有是吧 我们在这里面打报告过去 打发一个 OK 我们看一下history里面有没有 好已经有了 我们再发一个walling过去 再看一下 你看 是吧 触发器的效果是不是很好 这就是一个触发器 我们如果能够用到触发器的 我们尽量用触发器来写 用程序写的话 它要跟数据库创建链接啊 什么什么的 很浪费资源 而且效率不高 还有我们还剩下几个API 几个host history statics的一个API 这个就交给大家 下面去自己写了 然后大家照佛罗画表 然后把它完成好吗 啊 还有一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还有最后一点 就比如说我们要改变它的状 这个格式不是我们想要的是吧 它是十分秒格式 然后我们怎么改变它的状态 怎么改变它的格式 我们这里面通过训练化封装 可以在这里面直接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创建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改变为十分秒 比如说我们 大家先看一下格式哈 我们get get一个来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拿到的是这个格式 比如说我 我想变成另外的格式 变成好秒级啊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面转换 到时候 history的话 我们也会变成好秒级 你看我们就把它变成斜杠的这个格式了是吧 所以说这个API这些框架也是很简单的东西 大家不要怕 慢慢的去看去研究一下 很快就能够上手了 API大概就写到这里 后面的我会自己给它完成 然后大家也自己下去把其他的API写好 很简单是吧 好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再见 area 准备 啊